Hello 各位,繼續是咸輝的頻道 今次我們就回到月A,來到海參沙 去看看廣州塔隔離的海參橋 說起這條橋 之前上去是要餘藥的 其實餘藥也沒什麼 事關加上什麼都要餘藥 問題是在半年之前過來這條橋 打卡人數多到嚇死你 預約起碼要等一個多兩個星期 好像暑假的時候 有些預約是要等半個月 現在就過了旅遊旺季 不用預約了,直接上去就可以 這條海參橋 你現在這樣看都覺得 不是一般那麼漂亮 真的很特別 其實這條橋 在它那時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了道 所以我就建議你們 都好像我這樣 在上橋之前 繞著它外邊 慢慢去看一看它 我呢 就推薦你們 都是往以沙島那邊走 為什麼呢? 因為要跟廣州的地標套裝 來個合照 東西塔 海參橋 還有我們永遠的主角 在那裡 都可以一次過入鏡子 拍到這張照片 就在廣州橋 在這裡你們可能會問 在海參沙島那裡 我們已經兜兜面前 有一條聶德大橋 看起來好像很近 那為什麼要放到廣州橋 呢? 其實 你走到聶德那邊 其實很遠 你走到廣州橋 就只有900米 只是這麼多 不過呢 上到廣州橋 這裡記得看車 因為呢 這條橋 可能爐那裡 都很多碟雞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上到來橋 這裡 記得拍多幾張照片 因為真的很震撼 而且你想拍到那幾個套裝 即是同一時間拍到那幾個套裝 就真的可以 這裡和聶德橋 而且這邊呢 就近一點 後邊那些地標 拍出來都會大很多 那在廣州橋這邊 拍完照片 就自然可以上去海參橋 因為看都看完了 在外邊那裡 那你用河南那邊上去都可以的 但我也是推薦你用回伊沙島走 因為這一種角度的照片 那就是廣州塔 對著那個海參橋中間的 就只是在伊沙島裡面拍到的 而已 嘩 你看一下 真的 以前在人民橋 海珠橋上面那邊 那裡 看下去珠江 好像真的沒有那麼震撼 這條海參橋好像來江面近一點 那樣 還有雖然說人少了 即是不用雨 其實都很多人上來 特別是晚上 即是附附近都 包括遊客 即是很多都是晚上 一兩個在這裡散步 不過老老實說 上到橋面這裡 跟橋合影 就比較難了 因為你就身在此橋中 拉不開距離 那你在這裡拍到 就是拍到上面那條樑而已 那一條樑 真的很震撼 神來之筆 那樣 好像一條彩虹一樣 飛越珠江 還有呢 你上到橋 其實走到一半 可能有些人沒有走到一半 那條橋已經不是你的重點了 那條橋已經不是你的重點了 那條橋已經變回我們 在身後那裡的廣州塔 為甚麼呢 我真的在這邊看 真的很震撼 而且廣州的夜景 在這裡 即是站著這個位 應該對於很多 到此一遊的人來說 是可以見到的最美的地方 那晚上我們就看過了 那巡邏都要看一下 朝早的時候是怎樣 那早上都是看我們 永恆的主角廣州塔 而且朝早會見到很多飛機 那些飛機呢 那些飛機呢 穿過廣州塔的時候 那時候呢 真的好像會鎚上那支塔那裡一樣 那其實 朝早過來這邊 即是白天過來這邊 就沒有晚上那麼好 那首先 白天過來這邊就比較曬 因為這裏 就真的沒有遮蓋 那就很好 好處 加一下 朝早的時候 其實比你出馬熱頭 最高只有十七八度 而已 如果真的 好像拍這條片 那樣 十一月底 有出馬熱頭 才有三十度 真的 我這麼粗生 那時候拍這條片 都覺得辛苦 好處 還有呢 因為加一下珠江寒島 一早上的時候 沒有什麼船經過 所以看上去的江面 就很空蕩蕩 有點寡 一夜晚 它又有珠江夜喉 一堆一堆 又不算在江面上 在那裏 那裏 它不出聲 你都知道它是熱鬧 所以呢 就早上過來 就真的 純粹是吹一吹風 還有感受一下 二五代化的廣州 帶給你的震撼 那其實 夜晚來也是很震撼 算了算了 反正不用預約 幾時過來都可以 你甚至早上過來 晚上再來都可以 那總之 我就真的幾推薦你過來這裡 因為這裡真的可以 很近很近的 跟廣州頭合照 好了 這次就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記得過來 拜拜